那么流下的眼泪啊 泪啊 让你没有如何退啊 退啊 我是BowJsbGowT 今天这一视频我们来感受一下 纳奇沃夫的新歌Prada 这首歌也是他即将发布的新装集 Umbro skin的先行曲 我自己先听了一遍 这首歌确实跟以往纳奇的风格非常的不一样 看来结婚会让人成熟不少哦 那么废话就到这里 让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怎么样吧 杨布拉德KK 是不是尼达吗 学电与圆满口派联力给客卖到Kinoni 大人当一人放 放学后的你固定 广场Family 阿续也很贪不得 青春的尾巴抓不住 我一直冲个不杀不住 重处跑道No problem 老北人飞了Captain My man 南三 天下班的卡丹 压力牵着把单 没继续弹 先别办 我想到了 这个镜头 蛮有意思的 就是一群朋友在他身边经过都没有搭理他 所以那一段朋友就是青春 他的过去 他的回忆 他第一段文写的很有诚心 我觉得对于有心大过天的朋友应该很能体会到他第一段文写的内容 空的真实力被陷阱着 每个人都可以是陷阱着 我想念那天街了 看了又不过一天街了 还没有足够优秀要怎么会去见你吗 我一直是个孩子你们也已经有了孩子 我们的鬼都好像是偏离了 这些相对我也很少联系了 I'm sorry 你的越来越样但我越来越到位 他们在不会买到像我们的包包 那不是真的包包 只是我以前给未来写下的操口 以前很糟糕 现在很高调人生答应的报告 很高一小块把我抄掉我道高 真是不用和我只想唱给痛的人听 On my west side 后面我们做个不会哄着人听 周围那么多朋友每一个朋友的真心 That's why 这句对兄弟的祷告太对了 让你没有路后退啊 Everyone was the same Five for the family 你们的选择特别对啊 但别丢了自己啊 就像天上大的猎啊 不像老师弟们在这边 想念我留下的样子 哇 刚刚上一秒所有兄弟都在 We can both get on the home 然后后一秒接了个电话 回头看就忍走茶凉了 哇 他这个表达啊 就像自己因为事业和梦想远移的兄弟 越来越远 这个镜头语言 太妙了 哦 那个小孩子 MV开头他出现 现在又跑掉 跟着LUB 哇 这个也有镜头语言啊 这个小孩子就是过去的自己 就是青春 追不上现在的自己了 哦 哟 怎么样这首歌非常棒是吧 我一开始听是听音频的 第一次看MV 没想到MV的质量也是非常的高 可以说是纳西沃夫近年来 我最喜欢的一首作品了 虽然他整首歌没有展现死神的魅力 但有区别于他以往的那种年少清狂 这首歌给我感觉特别用心 就像是他歌中所说的那一句 这首不用和我只想唱给懂的人听 才会让这首歌显得非常的真挚有力 有时候就是这样 当你想破脑袋想写一首银河大众的歌曲 反而出来了是一坨香喷喷的 这首歌里面有一段小设计 我是非常喜欢的 就是当他唱到就像天上打的雷 劈下去会击中谁这一句的时候 歌词天上打雷会劈上谁 是表达着一种对未来不确定性 然后当唱到这段的时候 伴奏都会进行了一个像是沉入水底的效果 表达着一种溺水的感觉 因此这个设计就对应着歌词的表达 从而加了整个不安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小设计是非常非常棒的 而整首歌在舒服且具有趣事感的伴奏中 那其沃夫唱着因时关流逝与青春回忆 逐渐变得苦涩的心情 我听完这首歌也是蛮有感触的 特别是那其沃夫在这首歌中 着重描写和兄弟之间的感情 让我想到我们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个小圈子 比如一起组队打游戏的战友 或者一起出去打篮球的队友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外在条件的变化 跟着生活大流 比如上官发生的变化 都会让你和他们的关系逐渐疏远 最终成为来年陌生的 是昨日最新的某某 给我一种我们无法同时拥有青春 和对青春回忆的那种无力感 这方面也是让我觉得这首歌非常棒的一个原因 那么你觉得呢 欢迎把你的想法打到评论区 这里是wego t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